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全部都装回去了 我们来开机试一下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动动手 其实也不难 然后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它有几个版本嘛 这个应该属于它的一个比较初代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因为它的那一个 首先它这里是没有那个防滑耐力的 这里也没有 然后这个摇杆是内凹的 还有后面的这一圈是这个logo 这个logo是很标志性 肯定就是最初代的机器 然后这里也没有做防滑耐力 所以它手感会比较差一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二代七 防滑耐力的 看到吗 然后你看 这是外凸的 然后它的背面是这个拯救者的标 然后你看呢 它这一圈是有防滑耐力的 就是握在手上会有那个手感会更好 还有它的那个摇杆 摇杆的手感也比那个初代的那个机器要好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机器要怎么样 OK 机器正常 好了 这机器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 就希望大家能给一个一键三连吧 因为我也是小白 拆 只会拆 只会拆 就是拆一些小零件 换一些小零件对里面的一些什么原理啊什么的 完全都不懂 这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如果有大神 我会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法的话 也可以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只是提供一个 嗯 嗯